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G视讯的频道,在影片开始前,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,不要忘了订阅频道,开启小铃铛,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 当家庭面临不顺时,古人的智慧往往能提供深刻的启示,刘伯温明朝的杰出军事家、政治家和诗人,留下了许多至今仍受人敬仰的名言。 这些话语不仅仅是历史的回响,他们也能为现代家庭矛盾和挑战提供指导,在家庭不顺时了解并思考刘伯温的智慧,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找到改善,家庭氛围和增进家庭福祉的方法。 通过解读他的六句话,我们可以探索如何让家庭更加和谐繁荣。 首先,沟通在任何关系中都至关重要,尤其是在家庭中,良好的沟通可以帮助家庭成员理解彼此的需求、愿望和感受,同时也是解决冲突和增强家庭和谐的关键。 在家庭沟通中,语气表情和态度都非常重要。 说话时的语气应该平和,避免使用指责或攻击性的语言。 同时,非语言的表情和身体语言,也应该传达出尊重和开放的态度。 尊重对方的意见是健康沟通的基础。 每个人都希望被听见和理解即使意见不同,也应该努力理解对方的立场和感受。 在讨论中保持冷静,避免情绪化尤其是在处理敏感或挑战性的话题时更应如此。 避免情绪发泄至关重要。 家庭成员不应该成为彼此情绪的出气筒。 如果感到愤怒或沮丧,应该找到健康的方式来处理这些情绪,而不是将它们投射到家人身上。 及时沟通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 不要让小问题积累成大问题。 面对矛盾和问题时及时地坐下来讨论,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。 这不仅可以帮助解决当前的问题,还能防止未来的冲突。 总之,通过维持开放尊重和理解的沟通方式,家庭成员可以建立更深的联系,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和谐的家庭环境。 其次,理解是家庭和谐的核心,特别是在夫妻关系中深入理解对方的工作。 压力和情绪对维护关系至关重要。 这种理解意味着超越表面的交流,深入到对方的内心世界,真正感知他们的经历和感受。 理解对方的工作和压力是同情和同理心的表现。 这不仅仅是认识到对方的职业责任,而是深入了解这些责任,如何影响他们的情绪和行为。 例如如果伴侣在工作中承受巨大压力,他们可能会变得烦躁或分心。 在这些时刻表现出耐心和支持至关重要。 同样对伴侣的情绪有深刻的理解也很重要。 这意味着识别他们的情绪变化,并尽力理解这些变化背后的原因。 当对方情绪低落或沮丧时提供一个倾听的耳朵,展现出你的关心和支持,避免因误解而发脾气也很重要。 在许多情况下,冲突源于误解或沟通不足。 在跳到结论之前,花时间从对方的角度看问题。 这不仅可以减少误会,还可以展示你对他们感受的重视。 多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,是展现理解的另一个重要方面。 这意味着思考对方在特定情境下可能会怎样感受,并基于这种理解做出反应。 这种共情能力可以极大的增强双方的关系。 最后,经常表达爱意和关心是维持关系的关键。 这不仅仅是通过言语也可以是通过行动,如帮助对方减轻压力共度时光或小小的日常善举。 这些行为向对方表明他们被理解被重视,并且被爱。 通过互相理解,夫妻双方和家庭成员可以建立更深的情感连接,共同营造一个支持和爱的环境。 此外,包容是家庭和谐生活的关键要素。 它要求家庭成员接受和尊重彼此的差异。 这意味着理解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习惯和观点。 这些都值得尊重。 在家庭关系中不应过于苛求对方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和缺点。 期望他们完美无缺是不现实的。 相反,接受这些差异理解没有人是完美的,可以减少冲突和不满。 尊重对方的个性和习惯同样重要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惯。 而这些可能与他人不同,尝试理解这些个性特征的来源,而不是强迫对方改变。 这可以增强彼此的理解和尊重。 当然,如果有某些行为或习惯使你感到不满,适当的沟通是必要的。 但在沟通时应该保持尊重和理解,避免苛责和指责。 用爱语言表达感受,例如我感到困扰,当,而不是你总是。 这样可以减少对方的防御性使沟通更加有效。 包容并不意味着忽视问题或永远妥协,而是关于在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寻找平衡。 通过互相包容家庭成员可以创造一个更加和谐、支持和爱的环境。 关心是维持家庭关系和增强,家庭成员间连结的重要方式。 它体现在对家人的身体健康、情绪状态工作压力等方面的关注和支持。 关心对方的身体健康是基本的关爱行为。 这包括关注家人的饮食休息和运动,以及在他们生病时提供照顾和支持。 提醒家人按时吃药或去看医生,也是表达关心的方式之一。 情绪关怀也同样重要。 注意家人的情绪变化,尤其是在他们遇到压力挫折或失落时。 提供一个倾听的耳朵,让他们知道你在乎他们的感受并愿意提供支持。 有时候仅仅是在对方需要时在那里,就足以表达深深的关心。 关注家人的工作和日常生活,也是表达关心的一种方式。 询问他们的一天如何,对他们的工作或个人项目表示兴趣, 以及在他们感到压力或忙碌时提供帮助, 都可以让他们感受到你的关爱和支持。 表达关心和爱意不必总是通过大动作。 日常的小事也同样重要。 例如留下爱的便条,做一顿饭或者只是共度时间。 这些小行为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传达爱和关心, 让家人感受到温暖和被珍视。 通过持续地表达关心和爱意,家庭成员能够感受到彼此的支持和连结。 这对于建立一个充满爱和,安全感的家庭环境至关重要。 信任是家庭和谐的基石。 在家庭关系中,互相信任意味着相信对方的诚意忠诚和能力。 这是建立稳固关系的关键。 不怀疑对方是信任的重要方面。 这意味着避免无端的猜疑和不信任。 这些行为会侵蚀关系的基础。 例如不应该因为小的误解或错误就质疑对方的意图或忠诚。 相反应该给予对方合理的信任和理解。 除非有明确的理由让你相信问题存在。 坦诚相待是另一个信任的关键要素。 这意味着分享你的感受想法和担忧。 同时也接受对方的真实自我。 隐藏事实或感情只会导致误解和距离。 在坦诚中,家庭成员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彼此。 这有助于深化信任,共同维护家庭的和谐也很重要。 这意味着每个成员都致力于家庭的福祉。 愿意为了家庭的利益而共同努力。 在决策过程中考虑家庭的最佳利益。 以及在困难时期为家庭站出来。 都是展示这种承诺的方式。 最后建立信任需要时间和持续的努力。 这涉及到一致的行为。 开放的沟通和解决冲突的意愿。 通过这些方式,家庭成员可以共同创造一个安全、支持和信任的环境。 这是家庭和谐生活的基础。 最后,感恩在家庭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通过感恩对方的付出和关爱,家庭成员可以培养出一种积极地相互赞赏和尊重的文化。 这有助于增强家庭的凝聚力和幸福感。 感恩对方的付出意味着认识到并感激家人所做的一切。 无论这些行为是大是小,这可能是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照顾家庭成员,或者只是日常的家务劳动。 表达对这些行为的感激不仅让对方感到自己的努力被认可和珍视,也能激发更多的积极行为。 感恩对方的关爱也同样重要,这包括对方的关心、倾听鼓励和支持。 当你意识到并感激这些情感上的支持时,你不仅表达了对这些行为的重视,也加深了你们的情感联系。 避免抱怨和埋怨是维持感恩态度的关键。 虽然生活中难免会有挑战和不满,但持续的负面言论会侵蚀家庭的和谐和幸福感。 相反,专注于正面的方面识别并感激家人的好处,可以创造更加积极和支持的家庭环境。 珍惜眼前人是感恩的一个重要方面,意识到家人的重要性,并未能和他们一起生活感到感激。 生命无常珍惜每一刻共同度过的时光,表达你的感激和爱。 通过在家庭生活中培养感恩之情,家庭成员不仅能够更加珍视彼此,也能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和谐、充满爱的家庭环境。 在家庭生活中沟通理解、包容、关心、信任和感恩是构建和谐家庭的重要支柱。 这些原则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需要家庭成员们不断地实践和努力,通过持续的沟通相互理解彼此包容深切。 关心、坚定信任和真诚感恩,家庭成员可以共同营造一个充满爱、尊重和支持的环境。 在这样的家庭中,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被珍惜和重视,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,享受幸福和谐的时光,让我们都致力于成为更好的家庭成员,共同维护和培养我们宝贵的家庭关系。 好了,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暂告一个段落,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,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,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,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,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,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